向大會報告 上午機器市政總執行 請中正有 實行時間45分鐘 大會主席還有民俗長 我們市府副市長 以及所有列席的各單位主管 我們全高雄市的市民朋友 以及媒體朋友 一眼同仁大家早安 今天是順友的總職選 那麼第一個 我首先要來表示 對於新政府上任了以後 交通部有抛出國道10號要收費 那麼我在這裡 要強烈的表達 這個是我們高雄市境內 那個由東 我們那個是屬於取美地區 屬於東方的地方 要往市區的 唯一的一個 比較便捷的聯絡道路 那麼這個道路呢 可以不但是 上班的族群 大家要經過 同時農產品的運輸 以及 病犯的搶救 種種都要靠這個 國道10號 那麼 那本席啊是 過去的時候呢 我們市長啊 陳市長也有大力 我們地方的議員 那個立委 都聯合啊 都反對國道10號收費 尤其我們 立委在那個立法院啊 也強烈的表達 反堅決反對 國道10號收費 這個給我們地方啊 帶來 太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本席在利用今天的 總執行的時間呢 要來拜託 因為市長請假 由我們許副市長啊 來代理啊 我要請那個副市長來表達 同時 也要為我們高雄市民 為奇美地區 所有的市民啊 來共同 向中央 以及交通部來反應 地方的這個 這個 反對的意見 這個請那個副市長答護 許市長請答護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我想簡單兩點跟中議員報告 第一個 呃 當然我們的立場 跟兩年前事實上是一樣的 兩年前正如同剛剛 這個中議員所提到的 我們在地的議員 那跟我們的邱毅營立委 那跟我們市政府市長 都已經表達過反對的立場 那 這個立場到現在不會變 那我們會 會跟交通部做一個溝通 那第二點 其實並不是新政府上台說要收費 這個就是兩年前 因為我們的反對 橫向的高速公路沒有收費 但是那個時候 的交通部 有講兩年之後來重新檢討 那現在剛好是兩年到了 那 據我所知道交通部並沒有 這一個說一定要收費 這一點誤解可能也 必須在這邊趁這一個時間來說明 這個是以前留下來的規定 說兩年之後要來重新檢討 那並不是說新政府上台之後就要收費 那這一點也趁這一個機會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以上 請那個副市長做 但是本席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當初的時候本席也有參加反對 那麼最主要就是說 民眾不會這樣子 民眾沒有這種感覺 他說 哇 因為政大選是兩年的一個反衝期 民眾不會感受到這樣 為什麼新政府一上任的時候馬上要收費 民眾的觀念 當然副市長已經做了一個市民不是新政府的一個 他但是在民眾的強烈的反彈 他們的反彈當中 為什麼新政府一上任了 就是因為有這個是有關係 上次去抗議的時候就紅象 這個有關係的這個我們使用者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國道10號是唯一的這個取美地區 這個通往的一個唯一個比較便捷的道路 所以本席利用這個時間來拜託我們副市長 能夠跟市府還有我們地方的立法委員 這個議員全力大家來向交通部來反映 希望能夠維持這個體系 這個比較偏遠的鄉鎮 這個唯一的一個比較便捷的使用道路 謝謝副市長 那麼接著下去 我等一下那個觀光局長 等一下我念完再來那個好了 再來再請回答一下 就是第一個就是要強化改善中政府 就是所有就是現在的美農府 那個周邊的綠美化的一個景觀的設施 那麼本席是建議中政府西邊 一段差不多還有五百五十公尺的設施 那個照明設施 希望因為那很多人在散步什麼 尤其婦女這些 需要有一個照明設施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評估規劃 種植指標線開發這個樹木 營造環府意象之美 你像那個 這個人那個啊 像 日本他們的櫻花種的都生開的時候都非常漂亮 那北西建議就是說 我們既然有一個 那麼漂亮的一個福啊 能夠希望呢 能夠 能夠營造一個景觀啊 美好的景觀啊 那麼第三個呢 就將東邊及西 南邊啊 遵收架構作為綠美化的 小水池啊 整坪啊 並規劃開闊性的一個綠地 以上 還有 這個是第一點啊 那麼第二點呢 就是有關這個美農中政府的一個 更名的進度啊 本席在 上次的時候呢 就有已經有召開在美農了 還有包括總職選 市長也答應 就是說地方的名譽啊 希望能夠中政府 更名啊 就是譯名為這個美農府啊 那麼現在進度是如何 第三個呢 是沒有列在這裡 就是有關這個 六龜的這個泛舟啊 那麼現在是由 這個 那個 林務局 他們在主導啦 那麼希望呢 我們 觀光局了解這個進度 那麼同時啊 因為是過去的時候 泛舟呢都有在比賽 後來是因為八八的關係啊 活道的改變 現在清理好了 那麼 如果是這個完成了以後 那本席就希望我們這個 觀光局啊 來協助行銷 這個有關這個泛舟 六龜的泛舟 以上三點啊 有請這個 名字 那個觀光局長來做個答覆 曾經議員 好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那關於中議員 那關於中議員 所詢問的三項 都是關於我們 齊美地區的這個 觀光的這個議題 那感謝議員的關心 首先是針對我們這個 中正湖的部分 有提到說 周邊綠美化跟景觀設施的部分 第一點是中正湖西北邊 有一段大概五百五十公尺的 照明設施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目前已經提爆了一個計畫 就是美農區生態景觀 南道改善的工程的計畫 跟中央的課委會呢 來爭取補助 那這個部分呢 等到這個補助 這個核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來辦理後續的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已經確定是我們把它納入 我們今年要做的一個項目裡面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的中正湖現在是非常的漂亮 那當然我們希望這附近呢 能夠再做一些指標性開花的植物 來營造環境的意向的這個部分 那所以這個也納入我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美農區生態景觀 南道改善工程的計畫 我們是爭取課委會的 客家文化生活及產業環境 營造補助計畫裡面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很快在計畫合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辦理後續的事領 那關於第三點的部分 就是議員有提到 東邊南邊徵收架構 作為綠美化的小水池的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們再到地方去線刊一下 那我們也了解一下這個部分 我們會找這個議員跟我們美農區公所 一起進行一個現場的場刊 那是不是這個部分呢 評估它的可行性之後 我們再來辦理後續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議員關心我們美農中正湖的更名的進度 那這個更議員做報告去年大概從七月開始 我們就進行一連串的準備的工作 包括我們有邀集相關的 包括民政局美農區公所 跟各個里長還有召地方相關的一些團體 召開這個地方的說明會 瞭解地方人士對於更名的這個意見 那也在我們的九月的時候呢 我們委託這個數科大來進行兩個部分的民調 一個是現場的民調透過里長來發放問卷 另外一個部分是這個網路的投票的部分 那我們的有效問卷是一千四百四十六份 高達八成的民眾都是持肯定的態度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呢 是在中正包括我們有一些專家學者的意見 那後續我們希望能夠在今年最最慢 在九月以前我們能夠完成這個更名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如果把它改成這個美農湖啊 其實是比較符合地方的期待 而且它的標示性也比較高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後續會再進行一個 包括如果更名之後 我們有很多相關的這個路牌的這個改變 這個部分我們都一併來辦理 那最後一個是議員有提到 關於這個老農溪泛舟的這個部分 這部分呢 其實大概前幾天都有看到新聞的露出啦 那跟議員報告 我們六歸的老農溪的泛舟呢 其實是屬於茂林風國家風景管理處 他們在辦理的一個業務 那目前呢 茂管處對於這個部分呢 他們做了相關的公告 還有一些宣傳審核相關的一些事宜 那在我們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的部分呢 我們所執掌的部分是關於這個泛舟的 他們的申請 那目前我們知道有一家有來申請 就是勇士們 那我們對於相關州庭的檢驗等等 這個部分呢公文的流程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也即將在五月二十八號配合貿管處 他們有一個記者會 那當然我們希望到了六歸 不要只有談到溫泉 所以未來老農溪的泛舟可以為我們六歸 帶來很多的這樣的一個觀光的商機 所以我們希望也藉由這一次的泛舟 能夠帶動地方的經濟的活絡 所以相關的配套的部分 包括跟地方的區公所的合作 以及我們地方有一些商家 還有旅遊業者 我們都會跟他們來商議後續的這個行銷的事宜 所以在這裡謝謝議員的關心 謝謝局長 那以上幾點再麻煩了 那麼接著下去 我想請教敏鎮局長 有關山林納谷塔 新間的設施的騎乘跟監督 現在到了什麼階段了 民政局長 謝謝主席 也謝謝眾議員 對我們山林納谷塔的一個關心 這山林納谷塔的部分 我們目前已經進入到我們的一個 先期規劃的一個階段 那未來我們高雄市政府 我們即將在這個納谷塔這邊 我們即將運用大概九千萬的一個預算 然後來執行大概一萬五千個一個櫃位 那目前我們現在在先期規劃的階段 但是下個月我們就會提出我們的新辦事業 計畫 那同時接下來我們會進行我們的水族保持的規劃 還有宋神的計畫 那預計我們整個計畫會在107年開始動土 然後在12月完成完工 那完工完之後我們也會把舊塔 就敲掉然後把裡面的我們的這些先人的骨骸 然後轉到星塔裡面去 希望局長把這個進度 因為那個納谷塔 第一個現在是已經進障了嘛 那第二個就是那個納谷塔現在已經飽和了 是 都不可以輸用啦 這樣啦 所以這點 本來你們我在那個 第一家的定期台股那時候 那時候有跟我們討論 民政局有答覆 就在104年的掀起規劃 我們要換一下 已經不飽和啦 不能使用啦 這個案子已經在市長的那個指導之下 我們其實已經比之前的計畫還要加快 加速至少一年至二年的完成 這樣齁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就是要 還有一點就是民政局 有關這個維護 就是美農西東門樓下游 已完成河川整治 是啦齁 那麼最主要是要建勤 這個 加強 綠美化局 公測的設施啦 那麼 本來 建勤水利局呢 增收後架構後呢齁 規劃綠美化 一併啦齁 整體考量 公測設施啦 提供民眾 遊客優質的一個 場域啦齁 這點的話 我們還是要請那個 民政局長來來答覆 因為綠美化是屬於公守的齁 請局長 機長請倒 好 謝謝主席 也謝謝眾議員 這個美農的土地齁 都是屬於都市計畫內的水利用地 那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區公所在我們的市政會議上 也提出一個建議 那這個部分也非常感謝我們陳副秘書長 其實有召集養工處 還有召集我們都發局水利局 還有區公所 我們都到現場會看 那目前我們已經開始 由這個我們公所在進行這個綠美化的一個部分齁 那除了就是有地主領回那塊地沒有而已 其他我們都已經在做 那目前感覺居民的反應也不錯 我們會持續繼續來做這方面的改善跟施座 有的年會比較多 他們都看不到這樣 就是說 長者在反應 能夠把那個 站牌的字太小的看不清楚 能夠放大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呢 就建勤規矩 反應交通部 公路總局爭取快速道路 經由國道 內門 到圓潭地區 就是 其山區的一個西圓潭地區 那麼往山林 銜接一八一線 促進地方的繁榮 這點 請交通局長做一個答覆 陳局長請答 謝謝主席 謝謝眾議員的關心 有關公車站牌 如果我們 資深的市民 它需要字體比較大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有些站牌裡面 它有好多條路線 那所需要放的資訊比較多 我們會來檢視一下 盡量把字體放大 方便我們乘坐的乘客 能夠來瞭解 第二個就是有關 議員一直很關心 就是希望我們反應交通部 公路總局 來爭取一些 這個道路建設到一八一線這個部分 之前也跟議員有報告過一些進度 目前就是說 公路總局希望說 利用這個四到一八二線烏山頭路段 這部分來結完取值 先做一些短期的改善 目前 這部分在我們新公處也有提送出 這個可行性評估作業的經費需求 我想一切在進度當中 我們會 積極的來了解這個進度的進行 謝謝局長 本社的意見 局長這麼多 最主要就是希望 那個動物園行程 能夠到內門的時候 能夠延伸到齊山 延伸到山林 因為本社會在上面的總職選 建議局長就是說 市長也有答應交給公路總局評估 就是國道10號 進那個清水 往中潭 然後進夜光山隧道 那經過公路總局評估了以後 認為這個夜光山隧道太窄 不宜行駛快速 當然要找第二條路來走 這樣才能促進地方的繁榮 那這個來拜託局長來安靜處 這樣 謝謝 接著請農業局 局長 感謝局長 因為最近補助也好 這個局長對這個我們農產品的行銷 大力的一個推廣 那麼同時 這個一日有二日有 現在都在新區 都在新區 那這個可以說帶動地方的一個 觀光也促進觀光啦 當然對局長對這種努力 非常用心 我非常感謝 有一個 除了那邊繼續為農民來推動 來幫忙以後 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要簡化農業用地的 實用證明的一個申請案件 因為經過幾個人給我翻譯之後 本身經過了解 那是說來門啦 內民區公所 因為包括齊山三林美農 他們申請執照的時候呢 他們那個 那個使用的那個 有關第三十七條 農發條例第三十七條 三十八條呢 都可以同時啊 申請 只有來門的時候 聽說要分兩次 如果沒有的時候 做到申請的時候 要加兩百塊的這個幾費 當然我不知道 因為很多 包括台書 民眾的歡迎 到買的時候 我是說我總指選的時候 請局長 來了解一下 為什麼一個同一個市呢 有不同的作為 只有來門 他申請的時候 要分兩次 如果沒有做一次 要加兩百塊 其他的味道也沒有 三哪 六九 就是 還沒有問到鄉鎮有的啦 因為他們提供那個給我的時候 包括 代書再反應的時候 就是只有內門 這點的時候請局長 了解一下 做一個 應該要司法性嘛 都要退嘛 為什麼只有單獨那個地方 還要加 多收 那個 那個貴費 這點 麻煩 等一下再一起答覆 那麼 還有一條要拜託 陳助公有土地者 不得申報修工補助 所以 平西 是建議 市政府向中央反映 這種事實 徵求農民的權利 他那個公地沒有 還有在我們局的 那個公地 有座地 那種的都不可以 不能修 那個 報那個 那個修工的補助 不能申請修工補助 他我知道 在米龍那裡 有差不多三百公圈 臨近的啦 像曲美地區 農業地區 這個基山 好 三哪好 他那些 可能要幾六百家 幾六百公圈 這樣 這是第二的 第三個 就是 這個是第一次 那以上兩點 請局長來 先做個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那麼有關 農業用地 農作使用證明的案子 那麼 目前為止 我們是委任 為了提高這個效率 我們委任公所來辦 那麼至於說 中議員所提到的 有些公所的 有些產生一些問題 是不是我回去以後 我來了解一下 然後我們盡數來改善 第二個就是有關那個 修根補助的問題 修根補助其實是這樣子 如果符合兩個要件 第一個就是 機器人 83年到92年之間有機器人 第二個就是輪修 兩期修座改成一期 那不管是私有或公有 都可以那個 都可以 就是來申報 來修根補助 那在這裡特別跟中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在高雄市這個 本來在一百年 一千九百多公頃的 修根的面積現在已經 減少到七十公頃 等於活化率百分之九十六點多 那這一個部分是代表什麼 很多年輕人反向 我倒不是認為說 修根的話 兩期都要修根 這樣不是一個好的方向 不過 中議員所提到 可能是在指這個 機器人的部分 機器人的部分 我們倒是可以來反應一下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請坐 這次下一位請地震局 小聲來感謝局長 前一陣子 就是為了這個南農地區 這個早期養蝦池 輔導合法化使用 開了一個說明會 邀請劉信正議員跟本席 還有相關的單位 共同來 召開這個說明會 也為這個農民啊 來盡量爭取 要怎麼樣讓他們 能夠豪華化來使用 那麼除了在市府能夠 各單位能夠協助的以外 還是能夠建議 包括我們來反應立委啊 能夠盡量提早 來修法呢 就是讓這個南農地區啊 這個養 就是養蝦啦 那養魚尺能夠輔導合法化啦 這是第一點感謝的地方 那第二呢 就是說 集安重劃呢 大部分到了 現在剩下尾端啦 還有部分還沒有完成啦 這個當然 當然是可以的 民眾要趕 趕這個地方要趕做嘛 要趕的 這個騎乘他幫忙 佳局長還有開發處長 就把這個工作 可以進度比較快的 讓他們都還沒完成 趕快完成 第二呢完成之後呢 來這個 很多 現在都剛完成嘛 可以說 跟鋪售 柏油路面這樣 讓他們工作的時候 收成的時候 能夠有比較方便的路 這樣啦 現在局長 打破一下 方議員先打 謝謝主席 謝謝總議員 對於這個 南農農地重化 以及這美農地區 農路的一個 重化區裡面 農路的一個關心 那我從後面這個地方 先來跟這個 總議員做個說明 那一般農地重化 全台灣地區都是一樣 他農地重化的話 他的那個費用呢 都僅止於這個 一般的集配料的路面 並不包括AC的一個路面 因為這個 目的就是要減輕 農民的一個負擔 那在這個 在 南農地區 這個重化區裡面呢 總共有六條 有十七條的道路 當中有六條 是已經過去 已經有鋪AC的部分 那我們在重化工程當中 有損壞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把它 恢復了 但是其中有兩條 是因為 零 重化完了 又這個土地 交給民眾來利用 他們就要填土 整地 所以有一些 重車的一個碾壓 導致於這個 路面有破損 有兩條 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部分呢 等到他們 在六月底 大概整地告一段落以後 我們就會 再把它復救 那剩下的這個 集配料的這些路面呢 我們目前 這個重化的一個費用呢 並不是 現在還沒有完全回收 等於說我們標售的這些 底位地都還不夠 這個來回收這些成本 所以等到將來 如果這個底位地有標售 有英語的時候 我們再來研議 來幫忙處理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過這個還是要 底位地要有英語 我們再來研議 這個以上 這個報告 另外剛剛提到 那個福島合法的部分 5月11號的時候 這個 中醫院 您也到場 我們也就朝著這個一個方向 那目前 兩個方向嘛 一個就是 這個 看能不能從特農區 檢討回應農區嘛 不過這樣是一定有它的難度 那天也有討論過 因為它是經過農地重化的地區 不過我們也是看看 我們現在是根據農業局 給我們的一些 這個土地資源的分級分類的資料 我們美農所在做前置的一個作業 那麼這個時間點呢 是要在全國區域計畫修正公佈以後 半年內要報內政部 假設可以調整的話 是要在這個10點 那這一段時間 是要105年的12月底 106年1月初 內政部才會公告這個區域計畫修正案 所以我們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地政事務所會加速來辦理 另外有一點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從這個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裡面去修訂 看看這個特定農業區裡面 是不是容許這個養殖用地 這個我們會按照大家商議的一個共識 來報內政部 來為農民這個爭取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使用 看看能不能符合 這個這個部分我們會加速來辦理 以上報告謝謝 感謝各長 接著下去 接著下去 那個我請水利局 水利局 第一點就是 本市建議 在這個美農區 高108線 浮梅橋上游 這個 附岸的一個整治 那麼第二個就是有關美農區 美農橋 他下游一擊 雜草重生 嚴重影響這個水水流的一個斷面 那麼要建勤水利局 反映中央水利署地基核專局 希望能夠現在就炫起了 能夠提早清書 以免 這個水災 釀成 造成 這個居民的財產 生命財產的安全 請水利局長答覆 水利局長請答應 謝謝主席 謝謝總議員 那關於第一點 浮梅橋上游的護岸 那這個部分 我們就 那個 跟預言約時間 我們去現場評估一下 看 護岸的形勢 或者是一些 急迫性 需要改善的 這個部分由水利局 這邊來去施作 那第二點的話 我們 會跟 7H這邊 來做反應 那 過去幾年 我們都是有跟7H做一些 定期性的一些聯繫 就是在 美農溪 旗山溪等等 那是希望說 7H做一個完整性的 一個親疏 也就是不是對一些固定的點 他要把整個親疏的河段 做一個配套式的 那因為 美農溪下去 就是旗山西游 那全長非常長 所以他必要去做分段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會 跟7H做一個建議 好 謝謝請坐 那個接著先 就請公務局 就是說有關六歸 新法里王寶來里 這個高一三線線路段 這個是因為 八八水災的時候 將既有的道路 沖斷 沖回 那麼經過去年的時候 本時也有像 市府公務局 就是爭取 那時候是我們秘書長 擔任 那個局長的時候 也要了五六千萬 先做一個編道 先做編道 這樣 現在是用編道 在那裡 嚇掛地就對了 嚇編道 這樣 當然 民眾的希望 就是說 做這個道路 快可以回合 那麼 公務局也有去 對於這個請規劃公司 有做了一個規劃 當然本席 騎到地方的發展 歡迎 建議 看現在 有什麼 政府沒有 當然民眾的 民眾的期待 都期待的 這些道路 快回合 讓那些地方 可以說交通 促進地方的繁榮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就是來建議 這個三拿区 這個一二九線 3K那個路段 因為那個 希望能夠新做一個橋樑 就是我站的地方 那個地方 那些桂桂 那些 不用這樣 還在那裡 八山就對了 如果可以的話 能夠爭取 像中央爭取軍會 做一個橋櫃 那些地方交通 很方便 這樣 以上兩點 請那個 局長 公務局長答覆一下 副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中議員 中議員所提的兩個案子 第一個 高133 這個路段 我們 因為他總估 預算 大概要五億八千八百萬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在去年 有爭取 這個生活圈補助 但是沒有納入 那今年 我們會繼續在爭取 這個生活圈的補助 依據六月會提出來 然後第二 第二個部分 有關這個 高一二九線 的部分 這個部分 我們了解了 因為他那個地質的狀況 很不穩定 那我們會在現場勘察之後 來研議辦理 以上 謝謝請坐 好 等一下 稍後 請環保局長 兩點 第一點 就是 基米地区 很多 包括我們 陳副 當環保局長的時候 我就不是在建議 到現在基米地区 這個黑尾 是非常多 這樣 黑尾 到現在都沒有 我看我看你們 也提供了一個 計畫表 就是分工 分工 但是 黑尾文並沒有減少 我看你們有一個 分 高雄市 小黑尾文房 這行動計畫 給各單位 都有做一個計畫 但是 不管哪一個 單位 有執行的情況 怎麼樣 讓市民 讓我們感覺 黑尾 沒減少 到現在 都害人多 所以 這點 有邀請局長 來幫忙 環保局長 用心 看看這個黑尾 你們 有用心 在做計畫 有分別各單位 這樣 不過黑尾文都沒有減 非常 這個 生活 很不愉快 心情不美麗 這是第一點 第二 本事要建議 就是說 看能夠 減輕 農民 就是說 他們的債運 能夠免費債運 這個 毀縮網子 跟塑膠袋 本事 當然這個是 這個 要回收這個 當然有一個程序 本事 是感覺說 農民 最辛苦 經濟最壞 只不要說這個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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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過的人 一定會放 布棚 現在過的都沒收 聽說一公斤四五塊而已 現在都沒有 如果到我那裡去 我請服務處帶你們去 帶袋子去 都免費可以採收 都沒辦法 現在大過了 聽說四五塊 因為 不付那個 繳那個 市場稅 還有運輸 還有工資 現在都在那裡 整條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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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不過 現在就在那裡 撩錢 他補泡用起來 還要收錢 實在 農民喔 真的是負擔很大 所以本色當然 知道這個就是 要 要 建議 一個 像我們高雄市 有一個很好的政策 像二行程的 機車回收 我們高雄市 就特別 加碼 每一步說四千 這是 只有高雄市 有的而已 所以本色 會覺得 在那些農民 現在最艱苦的時候 像過了 現在都沒收 也都了到這樣 不過 他那裡都一定做佈防 他還要收的時候 還要花一種的負擔 所以本色 就是基於這樣 再來反應 以上兩點請 局長答案 請請請 請請 謝謝主席 謝謝眾議員 那 眾議員剛剛提到 有關 小黑文這個部分 其實小黑文的部分 他不是 髒亂的問題 他是生態 目前生態的問題 他本身他的資深 是對於青胎 青胎 他本身他的幼蟲的食物 所以現在目前來說 包括 剛才我們議員 有說到 市府現在有定 一個防治的計畫 各單位目前 各機關都有 有造營業館的部分 有去做進行 包括農業局 全對宣導的責業 現在 集集都在進行 環保局的部分 尤其就是 配合我們 苦工所 來進行這些環境的 這些 噴油 噴油是有他的好個 是有的好個 沒有錯 不過他正本清源是 說要來撐住這些 青胎 青胎 這是最主要的 所以 這個部門 在公部門來說 各單位 目前都有在 針對他們業館的 一個區域 來 進行這些 優管 就是說 青胎的清除 這些工作 有的 郊遊郊 觀光局等等 這都有 不過另外一個方面 我們的民眾 站在附近 自己動手把 你的家 尤其是在山邊 比較潮濕的地方 這些青胎 清除掉 這有 這有好個 另外一部分 就是說 尤其就是 如果穿 長褲 長袖 或者是說 噴一些防蚊 這也是有的好個 所以 目前來說 這主要是 達到就是說 治標 和青土家的 青胎的資本 這大家要做回來做 大家要做回來做 這是目前 包括在中部 和東部 目前很多 現在 看來我們 高雄地區 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 做回來做 公部門也做回來 來做這些工作 第二點就是說 優管這些 塑膠部 塑膠部和這些 褲蚊的事情 其實這部分 因為這是農業廢棄物 他目前 如果說要免費 免費 免費就要說 他這是家庭的本舍 家庭的本舍 當然可以說免費 來修 所以這部分 以目前來說 也是 如果有夠 環保教 也就要用代運 因為我們修回去 我們不是回修 我們也是要請 文化羅來 處理 所以 優管這個免費部分 我們後續 我們跟農業廢棄 再來做討論 再研議一下 他目前如果農民有這個需要 為何環保教 還是要照 牧場的修復標準 來做一個修復 這把議員做一個報告 好 好 盡量啦 盡量努力一下 這樣啦 謝謝 好 那等一下就 我怕時間的關係 我先那個 報告完了以後 再來做個答覆 就是有關要請教教育局 就是 這個要辯列預算 維護這個東門 那個東門國小那個 游泳池的一個設施 因為那很多設施 都已經 都派贏 好 當然現在 我們高峰市 鴨市 這種設施 尤其那個更衣室這些 都 都損壞了嘛 這是 有希望說 這個教育 來中施啦 那麼第二個呢 也是提出的 就是有關這個 山林灰行傘的一個進度 看現在進度到什麼階段去了 這個是 待會兒 這個大泡就好 那麼 金花籍 就是 有關本市 製磚的原物料 頭 就是它的原物料 就是水泥 大家都知道 建築 第一個 就是砂石嘛 那個 水泥嘛 那個 磚嘛 那你磚的話 就是泥土 製成的 現在 這些原物料 這些頭 會對對來採掃就對了 這樣 等一下 請進化局長 來 告訴我們說 這個 磚 這個原物料 磚製磚的原物料 頭會對對來採就對了 要說什麼單位 申請 我們要用水泥 我們可以向砂石場申請 但是要 泥土的話 要資磚的話 要在哪裡 哪都不知道 這個 等一下請局長這個答覆 好 有一點名證據的 好 那個 局長啊 我來拜託一下 就是說 要怎麼 讓我們味道入中 就是讓它 能夠繁榮起來 像我們過去的時候 在旗山的話 旗山的街道 老街 這些整頓 啊 這個 規劃 人潮 拜六禮拜 那時候 有時候都要交通關節 這樣 開開開 不過 本身在那裡騎到 美農 是一個客家的一個 這個故鄉 那麼 這點 我來請局長跟 這個 我們的那個 客委會 相關單位來協助 請 民政局 看要怎麼來整個 讓我們的美容 那個 能夠連潮 能夠進來 讓這個商業 能夠 一個發展起來 這點要先請 民政局長來做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 我們眾議員 其實 我們美農的 客家的美食 服飾 農產品 跟文化觀光 都是非常知名的 但是 可能沒有 規劃的很特別好 所以會發現很多東西 都散落在各個地方 在各個的點 那這也造成交通的混亂 跟很多的觀光客 其實不變 當然他們會去到一些民俗村 但是這些民俗村 多多少少 都是民間的 也都變成財團的 這個口袋 所以這個今年 我們有跟我們那個 區公所這邊 我們即將要啟動一個 我們的美農的這個 城鄉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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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商圈的一個 再造 那我們目前也選定了這個 菸業的這個 輔導站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在那裡 可以把我們的 各個那個美農的這個特色 特別是我們客家的特色 不管是衣服 食物 美食 陶藝 還有織傘各方面 我們能夠慢慢的 由這個 更多的社區 能夠共同的參與 為我們演藝的 我們中山路段 這裡 這個中山路段 這邊 開始發展起來 甚至我們慢慢的 往我們的旁邊那個 那個 讓它變成一個 非常優雅的一個 客家的一個 文化的一個 跟一個商圈的一個 一個集合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 我們也有在跟客委會 做中央的爭取 因為我知道客委會 有幾個那個 客家年輕人 回鄉再造的 這個輔導的計畫 那我們未來 也會配合立委這邊 我們跟中央來爭取 希望能夠把 盡快的把我們美農的 這個特色的一個商圈 我們來建立起來 以上 對啦 這個路麻煩局長 像旗山這樣看 可以這樣 讓他的商圈 能夠 恢復繁榮這樣 麻煩局長來努力一下 這樣 就請教育局長 對於 剛才商 我報告他 換議長請 謝謝主席 謝謝眾議員 關心的兩個問題 東門游泳池的問題 因為我們 體育處 每年都會編列一些維修費用 同時向教育部 體育署爭取費用 那這個游泳池 因為104年已經委外了 所以體育署會去看一下 如果是屬於管理使用方面 造成的損害 廠商要負責 那其他比較長遠的原因 那我們就會列入 向中央 跟我們自己補助的範圍 那眾議員還關心的就是 山林區的這個 飛行傘的進度如何 這個案子是由 都發局進行規劃 體育處進行配合 目前這個起降地 跟這個降落的都已經完成了 那從5月28號 就是後天開始 到今年年底 每一個週末呢 都進行試飛 那這個是委託給中華民國 飛行運動總會 因為他們很有經驗 那這個飛行試飛的時候 那就會提出整個評估報告 那我們能夠判斷說 將來整個擴大營運要怎麼進行 好 以上 請到極多多 因為這個飛行傘 都是我們 齊美DCR 尤其山林DCR 一個期待的 地方的一個 那個是飛行傘算一種活動 能夠帶入人潮 最佔的反應 再來請進化局長 有一點山林 山林看 對這個大愛園區 看看人不能這樣 招商 帶進人潮 這樣啦 我看有過夜間 現在都 都沒有膝蓄就對了 像進化局長 來幫我們做一個 這個視頻 謝謝主席 謝謝眾議員 那個 先回答您剛才提到 那個 智川 原料問題 那我們其實從2007年8月開始 原來高雄縣時代 就已經禁止土石採取 路上的土石採取 只有河川的土石可以採取 那這個政策其實一直延續至今 所以 我們製專廠的原料 都是從外地買進來的 不是在高雄縣地採取的原料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您提到的就是 有關於大愛園區的部分 那個部分 我想說 因為議員很關心 這件事情已經兩三年了 那其實我們 就是那一家便利超商的引進 我們已經花了很多的心理 那後續我們其實有想要跟當地的社區做合作 當地社區也有提 那當然包括就是後來社會局 也有一個空間是交給金發局來營運 那我們是覺得原來那個空間做得還不錯 有可能的話我們也希望說 看看大愛這個商業空間 是不是也能夠一併來做營運 好就是啊 給我一分鐘就好 一分鐘就好 那個主席啊 沒有這個原料不可以 沒有你也要保護人說 我們要從哪裡 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這個泥土啊 能夠去取得 好那我想 原物料啊 沒有人就不能生存 原工都沒工作可以做 我們就打了 OK所以 議員關心的是 因為我們會以為說議員關心是我們區內有沒有土石路上土石被爛採或怎樣 不是 要用原物料 要用原料 要用原料到現在都沒有原料 所以您要了解的是它的原料來源 要怎麼從哪裡可以 我們跟製傳廠了解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跟製傳廠了解一下來答覆議員 好 謝謝 一雙大家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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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正友議員的族群 休息十分鐘 休息十分鐘